请问在家居士临终共修三十七年 应注意哪些方面才能真正做到明阳两立 实际上修持 不需要用三十七年的也可以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修行确实有成就了 有得心 我们在谈虚老法师引诚回忆录里面 看到一段故事 他的标题是霸灾寒窗敦了眼 有一位姓刘的巨师 这个是谈虚老法师妹出家的时候 他们在一起开了个中药铺 三个人和伙开了中药铺 刘先生是其中之一 他是非常喜欢多了眼镜 多了八年 真的是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有这样长的时间 这样坚定的基础 所以他的故事发生 就是在这个店铺里 店铺中午 顾客很少 他们中午打瞌睡 就扶在这个岸 这个柜台上 睡了一会儿 他睡着的时候 他就做了个梦 这个梦好像是真谛 他梦到一两个人 到店里面来 来找他 他就起来 实际上在做梦 他一看呢 就麻烦了 这两个人是他冤亲在主 本来这两个人欠他一笔钱 没还他 他就告状 告状以后 这个官司打瘆 官司是赢的 这两个人 上吊死 所以他以后很后悔 钱好像也不是很多 为了这么个事情 伤了两条人命 心里总是有内疚 现在看到这两个人来了 来了他以为是来找麻烦 知道这两个人死了 但是看他走进面前的时候 这个没有卧衣 走到他面前呢 就跪下来了 他就问他 你们有什么事情 他说来求超度 他就放心了 不是来找麻烦 求超度 他说行 我答应你 你用什么方法超度呢 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 没有问题 我答应你 就看到这两个鬼 踩到他的膝盖 因为他坐在那边 踩到膝盖 踩到肩膀 就升天了 你看那个超度 就那么容易 这才有功力了 这两个走了以后 又看到两个来了 一个妇女带个小孩 一看呢 是他以前的太太 以前的儿子 过世了 走他面前也跪下来 求超度 问他用什么方法 超度他 他说你答应就行 好我答应你 也看到他 踩着膝盖 踩着肩膀 在影城回忆楼上有记载 那么由此可知 超度 真的是要靠自己功力了 自己没有功力 就麻烦 就难了 你是我们这个道场里面 大家在一起做这个超度佛资 实际上不见得 这个这个主罚的人 甚至于他自己还没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功力 如果在一起参加同修 有真正修行人 那就靠他的福 也能得力 所以由此可知 这一桩事情 总在自己有真修 这个这个 失恋的功夫 才能产生效果 跪于神明尊敬力 才能得到 明阳念力 那么修行 诸位要知道 这个是佛在千经万论的 不知道讲了多少遍的 阴界得定 阴定开会 最低限度 要持境界 这是最低 鬼神对你尊敬 如果连戒律都没有 威仪都没有 鬼神怎么会尊敬 不可能的尊敬 所以这个效果就差 所以一定要持戒 一定要修行 在我们禁宗里面 就是念佛 我们修行 主要的是持明念佛 持戒念佛了 才能有效果 所以说到这个地方 我常常勉励同学们 修行的根底 基础的基础 是戒律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 佛门最基础的戒律 是十三业道 你看看十三业道经上讲的 就明白了 从人天 到无上不体 都是以十三业为根基 我们现在出家在家了 十三业没做到 设想为什么做不到 我们要去找 为什么做不到 为什么从前的人能做到 现在人做不到 从前的人从小 有家教 所以他从小就养成习惯 就养成守规矩的习惯 我们中国的家教 丢掉了大概总有三代到四代 三代差不多就七八十年 四代就将近一百年 家教没有了 那么从小就养成很多不好的习惯 现在要你改 就非常痛苦 这太难了 改不掉了 改不掉就不能成就 改不掉也要改 你才能成就 家教是什么呢 家教里面 我们今天选择一个代表作 儒家的弟子贵 家教啊 道教里面的太上感应品 佛教里面的十三一道经 这是如圣道的根基 如果不能百分之百地做到 无论修学哪个宗派哪个法门 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只要把弟子规 对于百分之百落实 也要到不难了 是你自性里面本具的 得心 哪有做不到的呢 我们今天要度自己 度众生 首先的自己得度 这是佛在经教里都讲的很多 自己未度而能度人 无有是处 没这个道理啊 人度不能度了 你还能度鬼神吗 所以说度人 度鬼神 先要度自己 你发的这个心 好心 真正是好心 很难得 相信呢 这种心一法 有三宝 加持 有 互乏善神 保佑你 你要落实 你的行之 如果你不能落实的话 佛很慈悲 想加持你 加不上 因为你有 我的念头 我的行为 障碍 三宝的价值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总要懂 至于仪归 那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自己的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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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